拍死就是运动 说明我特别勤奋 一直在工作 其实娱乐圈中有很多非常励志的演员 赵令就是其中一位 能够有着如今的成就就非常的不容易 完全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和精湛的演技 即使她出生于农村 起点并不是很高 之前也遭受过很多不公平的待遇 但是如今呢 也成为了一位真正的赢家 回看起离婚前 赵令和冯少峰结婚之后 感情一直非常稳定 并且当时呢 也成为了观众和媒体演出的一对模范夫妻 看着婚后生活的两个人 大伙还是非常看好这段姻缘的 并且赵令之前 因为生孩子的原因 在娱乐圈中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是恢复好后啊 付出依旧稳稳稳地坐在女一号的位置上 不过对于生完孩子后的艺人 观众总觉得身材一定会变样 可没有想到的是 赵令的出现完全打消了大家这个念头 其实赵令是出了名的吃货 可是很多人会非常好奇 为什么赵令怎么吃都不胖呢 而且生完孩子后身材还是那么好 其实对于这件事情呢 之前经纪人也做出过回应 她当时表示赵令一年到头的档期非常满 工作非常繁忙 回家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少 所以说虽然是个小吃货 但身体呢却一直非常的瘦弱 当时大家听到之后都表示非常心酸 因为人们也能够发现赵令在刚出道的时候 是圆嘟嘟的面容非常可爱 很多人觉得就像个蜡笔小薰一样 但是如今的她早已经没有了之前的一而肥 剩下的只是那棱角分明的夏合线 其实在娱乐圈中还有很多像赵令如此努力的演员 虽然说都是个小吃货 可是工作的繁忙和压力 总会让他们的三餐时间不准时 从而即便是对吃很感兴趣的演员 在出道后红火起来 也渐渐的消瘦了下去 那么提到赵令爱吃这一点的话 大伙都能够看到 无论是在戏里还是戏外 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赵令爱吃东西的剧情 或者是照片 而且出金率最高的食物竟然是包子 就像知否中的花絮那样 对台词的时候 她依旧不忘了饭桌上的食物 一边看着台本嘴巴却是闲不下来 网友们都表示 请赵令爱拍戏 实在是太费拍摄道具了呀 我们经常这样 道具都被我们吃光 挺对不起 倒个人 倒个人比较大方 不过看着这一般的她呢 在工作期间好好吃饭 粉丝们到时啊 觉得很是欣慰 其实除了工作的繁忙 赵令也会在休息时抽出时间去健身 在之前 中餐厅这一档节目上 我们也可以看到 赵令和黄晓明在休闲时间 也会在室内自己健身 就算是在床上 也会做点简单的健身动作 不得不说 赵令除了瘦之外 身材还保持的那么好 原来也离不开健身的 明星即使平时工作繁忙 导致三餐不稳定 但管理身材是从来没有落下的 这一方面向来都是十分严格苛刻的 但粉丝们都希望 赵令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哟 我们都在买了